飞豹战机的改进型新飞豹3已经试飞成功 继称军内编号为DDK-03 与旧飞豹相比 新飞豹的气动外形以及其内部系统都是全新设计 并采用电脑辅助设计修正外形 具有半引身能力 加上新型复合材料的应用 机体结构强度好 能空中加油 使得作战半径大增 特别是新装备的国产多模式合成孔镜相控阵雷达 和号称国内最复杂的航电飞控系统 其作战潜力已接近苏30MKK-2 目前已规模生产并装备海军航空兵 我们注意到早在去年5月 海军东海舰队航空兵某师 就组织新飞豹战机 进行了一场南北大规模跨昼夜长途奔袭机动转场演练 创下转讯规模最大 飞行距离最长 保障时间最短 人员物资投送最快等多项记录 那么在中国已经拥有殲-10 殲-11等成熟战机的背景下 中国全新升级新飞豹战机又有何用途呢 兵器知识杂志副主编雄伟分析认为 飞豹在我国担任的呢 主要还是战斗轰大机的角色 这类任务就不太适合殲-10来执行 因为后者是一种单发战斗机 在防空火力下的生存力 还有它的载弹量低速飞行性能都还不够理想 而且可能成本方面不如飞豹 据介绍新飞豹由中国与俄罗斯苏霍伊设计局联合开发 中国承担主要研发费用 并拥有知识产权 飞豹比苏-30和苏-34航程更远 载弹量更大 而且具有机内载弹能力 隐形突防能力和两倍以上超音速巡航能力 可弥补中国空军缺乏远程攻击能力 新型轰炸机 加油机 和缺乏海外空军基地等薄弱环节 除此之外 新飞豹3还装上了改良型的海上霸王 专用高速数据链 具有一架开机探测 同时指挥多架飞豹迎敌作战的能力 新飞豹3拥有15个武器外挂架 仅次于美国F-15K 除了能使用AM-39 C-803超音速反舰导弹 还可配备俄罗斯K-65亚音速巡航导弹 和K-31超音速反辐射导弹 加装国产英机系列导弹后 可大幅延伸作战打击范围 专家雄伟介绍说 新飞豹的优秀平台 还可进一步改装为加油机 电子战机 新飞豹3进行深度改装的可能性 还是比较大的 特别是电子战飞机至少需要双左 新飞豹3它的尺寸体积挂大能力 应该都能够胜任这项工作 作为空中加油机的话 新飞豹3应该是具比较好的优势 它的飞行速度 载油量都能够满足这方面的要求 由外媒分析 中国开发新飞豹3 一个重要的目标 一旦东海有事 它能够空中压制日本的所谓88舰队 据介绍 日本88舰队 由8艘驱逐舰 和8架舰载反潜直升机编程 主要在中原海实施机动反潜 或护航作战任务 战斗力仅次于美国航母编队 是号称亚洲第一的海上军刀 不过88舰队有一个致命弱点 就是防空能力较差 必须有战机护航 一艘日本金刚级的宙斯盾系统 可以同时引导12枚标准2 拦截来袭目标 但是一个新飞豹编队 就可以携带16枚空射型 英机12反舰导弹 具备低空掠海的对舰攻击能力 日本标准2捷弹 擅长中高空拦截 超低空拦截成功率并不高 更为关键的是 只要新飞豹编队中 有一架携带KH-31型反辐射导弹 就会迫使整个88舰队关闭雷达系统 否则整个舰队的雷达系统 会招来灭顶之灾 而新飞豹在大型预警机的支持下 机载雷达不用开机 就可以在较远距离发现目标 发起攻击 以能单独对抗自卫队 报答揣测 警方军兼轰7A飞豹战机 可以装备大直径雷达 从而可充当战场指挥机 与无人攻击机组成混合编队 一支空中作战编队 可由两架或者四架飞爆战机领衔 带领四架或者八架无人攻击机 其中一架飞爆战机担任指挥机 一旦它被击落或者遭到重创 其他飞爆战机可以顶上来 继续担任战场指挥机 解放军的无人攻击机 可以携带反舰导弹 也可以携带两三百千个重大炸弹 对敌方水面舰艇 发动可怕的自杀式攻击 这种低成本的饱和攻击模式 堪称激海淡海战术 将令海上自卫队陷入被动 极大抵消 日本水面舰队原本就不太大的优势 产经新闻所做的报道 我们可以看出右翼的居心何在 他就是希望挑拨中日两国 越尖锐越好 但是我们千万不能上当 我觉得美国绝对不会 让日本来操弄它 而被日本绑在战车上的 美国非常谨慎 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看到 美国始终认为钓鱼岛的主权未定 调鱼岛局势 中国已经做了军事冲突的最坏准备 而解放军海空军多个部队 近日也是举行了多场训练 进行大规模对抗演练 有外媒还认为 中日无人机首先发生在 钓鱼岛冲突的可能性非常大 新年后北海舰队海军航空兵 飞豹部队出动演习 飞豹战机此次演习的目标 分别是突击敌军水面舰艇 摧毁港口设施 外加自卫空战 进入预定区域后 飞豹机群开始下降至超低空 对敌方进行突防 只用电子干扰设备 就能够进行压制性干扰 到达导弹攻击距离之后 掌机一边指挥各辽机 吸引敌舰注意 一边迂回包抄 迅速锁定目标 导弹随即模拟发射 将目标摧毁 我们主要进行了 自卫空战训练 恢复保持技术训练 和我们结合 实战能力下的课题训练 包括突击敌港口 攻势布雷 突击敌舰船等课题训练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非爆战机机群 是在奔袭了400公里后进行演习 而福建水门机场到钓鱼岛 大约380公里的距离 另外南京军区空军 也组织了数十兵机种 近百作战单元 进行了大规模的对抗演练 多型战机在空域内 迅速阻边掩护突防 各作战单元交替配合 从联合进攻到联合反制 从信息攻防到联合打击 军事斗争准备方面来说 解放军这些年 一直在认真进行着 因为中国一直就有 就有 有备无患 还有常备不屑 还有我们成天说的一个就是说 宁可千日不战 不可一日无备 外媒对中国防卫星实验的猜测不断 1月4号 美国太空科学家顾可刚称 中国的防卫星实验可能在1月11号展开 因为2007和2010年的这一天 中国都曾进行了这种实验 顾可刚说 在2007年 中国在850线米的高空 摧毁了一颗自己的废弃气象卫星 产生了大约3000片的太空碎片 2010年的实验 中国又将一颗轨道外的卫星清除 由美国媒体猜测 中国这次的防卫星实验 将瞄准一个位于2万公里高空的目标 这将意味着 中国具备抵达中地球轨道的能力 在理论上 可让美国的全球定位导航卫星系统面临风险 称之为战略威胁 那么美国大肆渲染中国防卫星能力 到底有何意图呢 对此 军事问题专家胡思远认为 而另一个让美国震惊和担忧的消息是 中国新开发一种 可外挂在新飞豹上的超大型装备 外界分析认为 这种神秘外挂装备 可发射大型空空导弹 不仅可用于反舰反预警机作战 还可在一万两千米的高空 在飞机向上爬升时 发射反卫星导弹 一款并不先进的中国战机 真的有如此先进的反卫星能力吗 兵其知识执行主编秦真认为 这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空射反卫星导弹在美国实验过 它当时使用的载机是F15战斗机 发射的这枚空射的反卫星导弹呢 直径是0.5米 重是1.19吨左右 所以以这样一个尺寸和重量来说 中国的飞豹 苏30苏27这样的战斗机来说 是完全可以携带的